因為材料研發過去他們非常高度的依賴所謂的老師傅 他在投一個生產參數下去 他在做這個生產的時候 老師傅我們去訪談過 你大概怎麼知道說這個東西做出來的品質會怎麼樣 哇老師傅很厲害 他跟我們講說看火花 看震動 看這些 所以就造成了他們其實很依賴老師傅 那為什麼現在會有這個問題呢 因為老師傅要退休了 那新的人來 其實如果沒有辦法數位化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很難傳承 大家好 我是戴爾科技集團技術副總經理李百菲 今天非常開心又在專家會客室與大家來見面 今天我們探討一個議題叫做製造轉型新典範 我們會專注在智慧工廠這個議題上面 但節目還沒開始之前 歡迎大家來訂閱YouTube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按時收看我們的節目 那節目一開始之前 我要來先介紹今天的三位嘉賓 第一位是工研院的羅佐良 羅組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歡迎羅組長 第二位是 新漢股份有限公司 林茂昌 林董事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歡迎林董 第三位是傑倫智能科技 黃建豪總經理 黃建豪總經理 我們是要善用IT的六大技術 所謂的自動化的流程 我今天第一個問題 要來請教的是工研院的羅組長 我們說在COVID-19 後疫情的時代 又加上中美貿易戰 有所謂的斷念的問題 正在加速推動企業的數位轉型 在製造業轉型的典範 就是要邁向智慧工廠 所以請教這個組長就是 針對台灣製造 短中長期的一個解決製造 是在哪裡 另外工研院也在推這個智慧機械雲 也想請您談一談 這是一個怎樣的一個戰略布局 好 謝謝 台灣以出口導向為主 那全世界因為COVID-19的影響 那幾個主要的城市都還在封城 所以我給企業的一些建議 就是短期我們要有一些 遠端操作的能力 那中期要有一些數位轉型的能力 那長期可能就是供應鏈重組 怎麼會這麼說呢 短期其實我們因為世界都在封城 我們要做一些交貨 或是一些維修保養 這些遠端操作 可能透過一些ARVR的技術 讓我們的貨可以出去 但是人不用出去 我們的工程師也不用出去 能夠做一些維修 那在這個同時 我們要強化我們自己的 廠內的一些製造的競爭力 所以數位轉型是 不容或缺的一個關鍵的步驟 強化自己的能力 然後到了遠端 到了長期來說 整個供應鏈的重組 我們來防範未來任何一個疫情 再來襲擊的時候的一些生存之道 那工研院也在推一個機械雲 那我講機械雲之前呢 我先跟各位打一個比方 像大家不管買什麼樣品牌的手機 都可以到Android的Marketplace去下載APP 那這個狀況來說 手機上跟我們的Android上 一定有一些標準的介面在上面 才可以這樣子使用 就是跨手機的廠牌 那我們的製造業其實也是如此 因為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太多了 我們必須要打造一個標準的 Edge端就是我們的D端的一個平台 就像我們的手機一樣 那有一個遠端的一個服務中心 裡面提供一些AI或一些APP 可以讓需要的業者 快速的下載到各個地方 去做一些使用來創造效益 這個就是機械雲的概念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把工業的一些製造的一些行為 把它類手機產業化 讓我們D端有一個國際的標準 那由台灣來建立 那也就是說 每個工控設備 或者是我們的機械設備上 都有一個標準的地端平台 那以後雲端各式各樣的服務 我們結合產學員 甚至全世界Serv Party的一些人 來寫一些服務 那我們就可以快速的達到一些 智慧製造的一些方案 來推向全世界 所以在這個計畫裡面 台灣要開發整個 世界通用的一個地端標準 跟微軟、亞馬遜、Google 這種國際企業整合 那我們來把手機產業的模式 導向製造業 來讓整個智慧製造 全球布局的方案 可以快速的實施 是 所以把手機的模式 導到這個製造業 是一個地端的標準 跟天上的標準 可以結合的這樣一個概念 去落地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這第二個我就想 接著這個問題來問一下 林董事長 因為我們說在智慧製造裡面 那開放架構跟工業標準 我們從過去經驗裡面知道 這是一個產業蓬勃發展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想請教林董就是說 在工業4.0裡面 到底有沒有一個標準 那智慧在開發這個 智慧機械解決方案的時候 怎麼做到開放的標準 可以就像那個盧主長剛才提到 地端的標準 那這個部分的話 林董你是怎麼看的 OK 好那個開放架構加工業標準 我們就簡稱它叫開放標準 那麼其實我們已經經歷過幾個 有開放標準 而非常蓬勃的產業 比如說PC 比如說手機 就是因為像PC就有Wintel Windows加Intel 這個開放標準 手機就是因為有Android加Arm 這個開放標準 所以根據共通的標準 我們就可以發展出上下游 軟硬體 主機 周邊 電子電機電控 跟什麼跟機械機構 一個徹底的分工合作 所以原來必須由一家公司 從零件做到主件 做到整個系統 整個應用 現在這個開放標準之後 就完全打破 我們可以讓幾萬家公司 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個個人 參與其中 然後共同來分工協作 然後在這裡面就可以發展出 大量的創新創意 以及各種創業的一種 強烈的企圖心 那這就保證了 擁有開放標準的產業 就會蓬勃發展 PC 蓬勃發展了 手機 蓬勃發展了 我們現在講的電商 那麼多怪獸 電商怪獸 其實從它的輸入終端 經過有線無線的網路 到後台 都是開放標準 也因為開放標準 所以電商也就蓬勃發展了 那在工業4.0 當然現在有一些 正在崛起的 很重要的開放的標準 比如說EtherCAD就是 EtherCAD是一個開放的通訊 協議 那現在支持EtherCAD 全球已經超過 5000家企業 機構 各種學校 研究單位 甚至國家 韓國 中國 都把EtherCAD列為他們的 國家標準之一了 那另外就是 因為這樣子 所以10幾年來 這EtherCAD已經發展成一個 完整的生態系 它是從零件到組件到系統 整個EtherCAD相關的生態系 已經 蓬勃在發展 還有就是 EtherCAD可以做成叫做EtherCAD的主站 EtherCAD主站 你再加上開放標準的PC 它就是一個EtherCAD的控制器 這個控制器呢 理論上可以控制所有需要控制器的所有機械 所以我們就拿來控制機器人 所以我們就 已經創造一個 極開放標準的 相容的機器人產業 我們再把這個再擴大 這個控制器呢 現在已經可以控制CNC的機台 可以控制各種 泛用型的機械 也就是說 我們也在打造一個 基於開放標準 而且可以完全相容的 可以蓬勃發展的 智慧機械的產業 以這個做基礎 我們知道說機械是工業之母 在工廠裡面 充斥的都是機械設備 我們把這個打通了 變成開放標準 在上面再疊加 開放標準的 各種通訊協議 比如說像聯雲聯網 我們有標準 叫做MQTT或是OPC UA 這種通訊協議 那麼往下到端呢 我們就e-secure來控制 那橫向的機器之間的機聯網呢 我們已經有Mobus跟OPC UA 這些都是行之有年 受到廣泛支持的開放的標準 所以有開放標準的智慧機械做底 然後再加上開放標準的通訊協議 我們其實也在打造一個開放標準 而且可以完全相容 更加龐大的工業4.0的生態系 所以其實我們走向開放標準 在工業4.0相關的生態系 這個時機已經成熟 其實剛剛跟林隆在私底下在聊的時候 有特別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有些公司是走這一個 專屬封閉式的架構 那您提到一個點 我覺得是蠻認同 就是走封閉式的架構的呢 那對於這一個工廠來講 就要把它的這個know-how open出來 但是如果走這個開放架構的話 它的know-how就可以封閉在自己的工廠裡面 這樣的一個論點是支持的嗎 當然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幾個重要的客戶 就是看到我們提供的是開放標準的 這個研發的架構 所以他們就跟我們合作 比如說某一家紡織廠 窗簾布的工廠 它就用我們的開放架構的控制器 自己打造出一個超過50軸的紡織機 超過50軸的紡織機 那它的know-how完全是自己的 不需要假鎖他人就做到了 因為我們用的是開放標準 了解 是 所以開放標準才是真正的一個王道 是 沒有錯 謝謝林董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Jerry這一部分 就是我們說今天在談智慧製造 所以智慧製造的核心就是AI 那結論智能在整個自動化機器學習 這個方案上面是一個領先的Pioneer 那到底製造業在運用AI機器學習 到底能夠幫忙做到什麼事情 它能夠展現的是什麼樣的價值 你可以跟我們就是線上的朋友 再分享一下嗎 好 謝謝主持人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AI這種新創 進到製造業 其實第一個被問到的問題就是 AI機器學習到底可以做什麼 那我常常會說這其實是客氣的 後面通常都會再帶一句說 AI機器學習可以做什麼 然後後面其實真的 客人他會跟我講說 難道我們有AI就不能生產嗎 我現在工廠裡面沒有AI嗎 那我大概來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跟客人去溝通這樣的一個事情 其實現在在整個製造業 絕對肯定是有AI 只是現在的AI是存在一些 key user或一些高階主管的腦袋裡 他透過經驗跟他過去可能10年20年的一些 累積了所有的一些智慧 來協助護航整個工廠順利的生產 那他因為他就是在於 都是存在個人的一個可能經驗 或是他的智慧裡 他就存在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當我產能如果要提升 或者是我要擴廠的時候 那我就會 我就會沒有辦法把這些所謂在人腦的這些智慧 拿出來去做重用 或是我再去優惠化 所以我們現在在製造業裡面比較顯著的一些案例 其實都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怎麼樣透過我們 傑倫這樣子自動化機器學習的一個平台 快速的把客戶過去累積下來的資料 可能是生產資料 歷史資料 搭配他有經驗的一些老師傅 或key user的一些經驗 把它變成一個預設模型 讓他可以留下來 這是第一步 然後第二步是 他怎麼樣用這樣子的一個新的技術 開始integrate到他現在的一個營運 或者是他美麗和daily的一些生產的一個流程 不斷的去自我優化 然後去擴散這樣的應用 這個是我們現在 我們定位我們機器學習 到底要學習什麼 其實就是過去你們的生產智慧 可能累積在個人上面 它是沒有辦法被優化跟複製的 那如果透過這種數位化的方式 它變成一個pre-dig model 它就有機會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可以舉一個 我們最近剛完成一個 全球還蠻大的一個PCB廠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大概只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跟他做了一個POC 那這個題目呢 就是針對他們的涅化金的一個製程 涅化金的製程的厚度去做一個預測 那為什麼做涅化金呢 其實在PCB今年很辛苦 因為涅化金的製程裡面 有一個關鍵的原料叫做金子 就是金的成本 其實對於這個製程的成本 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那今年大家知道 年初COVID-19過來了 那其實大家就開始瘋狂的去買金子這件事情 造成那個金價是不斷的波動 所以他們如何精準的去預測 每一批製程的涅化金的用量跟厚度 就會變成他們在管控成本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決戰的一個關鍵 好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呢我們就去跟key user開會 去聊一聊看這樣子的涅化金在過去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經驗 那後來這個會議結束之後我們就發現 其實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它這樣鏈化金在PCB廠它其實都會有多個線 那它現在的問題其實不是產能不是良率的問題 而是每一條線會產出不一樣的產能跟品質 那關鍵在哪裡 那個工廠的總廠長就跟我們講說 就有一個golden的線 那就有一組老師傅 他們來調 市產的時候他們來聊有問題找他們 他們就會做的特別快特別精準 那現在PCB生意非常好 那它的現在的目標就是要把產能拉高 那我當然就要把看是不是每一條線都可以做的 跟那一條線是一樣的一個品質 所以於是我們就開始想了這個idea 去跟客人做了一個一個禮拜的POC 我們要了它那一個最好的線 跟最好的師傅經驗的一個資料 丟到我們自動化的機器學習的平台 去產生了一個pretty model 那在經過跟key user盲測之後 他們發現這個model 其實跟他們過去用經驗在判斷的 其實精準度是相當的相當的就是match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跟他們做了一個ROI 我們一個禮拜的那一個就是pretty model 可以幫他們省10%的一個精的用量 就有一個非常顯著的ROI出身 其實強化了他們在做AI的這個機器學習的這個領域 的一個動力 那當然在高階主管在做決定的時候也會很快速 這只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我們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就透過一天的使用者的教育信念 把我們的平台跟我們在他們這一個禮拜 接觸的一個導入策略的建議 移植到客戶的場域裡面 讓客戶有能力自己去複製 就是優化這樣子的一個應用 那其實產生的效果其實到目前看起來是很好 就舉例我們兩個禮拜前參加TCBA的那個展會 我們有一個步子就在談 欸 涅化金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會把過去的老客戶請回來 稍微關心一下說 你用的怎麼樣 那客人給我兩個我覺得還蠻有 蠻有幫助的我覺得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他在涅化金這個製程 PCB這個涅化金這個製程 現在因為中美貿易戰或是擴廠 他要開始往東南亞去搬 那廠長就跟我講 其實他現在遇到搬到東南亞最大的問題 並不是錢 不是土地 不是設備 而是可能有一些剛提到的那些老師傅 他可能是路幹 可能是台幹 他沒有辦法過去東南亞 他可能年紀過大或是個人沒有意願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在東南亞 我根本沒有辦法找到懂PCB製程的operator 那就會造成其實我的台廠跟我的東南亞廠 他在良率跟品質要拉高的過程當中 就會有這個障礙 那他說Jerry 你們搬了一個大忙 你們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總廠訓練這個大腦 那就得到了一個涅化金製程優化的一個Pretty Model 就把它綁在Shuffle或是IPC裡面 帶到隨著我的擴廠的腳步 帶到東南亞廠 那直接的效益是 我可能不用再去拜託老師不要過去 或者是我要找到東南亞人會懂PCB的 我只要找到畢業生 他按照你們預測的推薦的一個參數的結果 做生產指示 他就可以協助我做全球擴張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我們那時候POC玩的時候給了一個建議 因為過去我們服務客戶比較多 就建議客戶說你要建立核心團隊 接下來有一些步驟你應該去達成 那我們去問他說那你現在在AI落地的題目裡面 是不是有一些幫助 他說有 我們現在已經有30個題目了 我除了做了涅化金的預測 我還做了石科的速度 做了磚孔的優化 做了節電的分析 那也讓我們更有信心我們就發現說 原來這樣子的工具進到製造也不是不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產生價值 而是怎麼樣快速的方法 讓他們體會到說原來這個新科技 是這樣可以幫助到我的生產 所以我們現在也整理了 其實不只PCB SMT 面板 石化 還有一些醫藥產業的一些相關的案例 類似這樣的一個不錯的一個禮拜的POC的結果 跟製造業去分享 去啟發 也去引導他們 快速的去導入這樣AI機器學習的一個新的技術 那當然我們跟林董的SMT工廠也在做一些嘗試 我相信很快的時間 我們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 謝謝 有時間真的要找您過來分享這些 使用的情境跟執行的一個效果 但是從Jerry剛剛的分享 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透過AI的話 我們把產能能力跟工廠的佈局可以全球化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誘因 所以這為什麼說我們在這個時間 在不談這個智慧工廠這個議題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在整個製造生產的一個能力 跟優勢就慢慢地失去 那這邊的話 我會帶到我們到EMC這一部分 那我們在整個智慧製造裡面 我們也提供我們客戶一個完整的大數據的一個極限的分析平台 從這個資料藏儲非結構性資料的一個數據的收集 到後台的整個的資料分析 Mining 上面的軟件當然可以用各位的Solution 那整廠的輸出這一部分可以用 林隆公司的這些技術來做 然後驗證平台可以到羅組長這邊來印證 是沒有問題的 那重點是這個架構可以這個所謂的加節點 標準的標準化這些X86設備就可以擴充出去了 那因為代表科技集團不只是在Focus在技術 所以我們也針對國內的產業技術 我們也希望帶到一個提升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導這個所謂智慧製造的時候 我們也有所謂的Digidata 這樣的Alliance的聯盟 藉我們台灣的這些在地的廠商的優勢 為我們台灣的客戶甚至把他們帶到全球去 那Digidata很快就會去load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拉回來 就是談智慧製造落地的一些食物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問題我想問的是零龍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就是在整個智慧製造與機械雲的整合 必須從最底層的OT、CT communication這一層 一直到IT的infrastructure 到IT的application 在每一環都要緩緩相扣 只要有一層是miss掉的話 整個所謂的智慧製造就沒有辦法展出它 最大的商業優勢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說 在星翰這一個部分 在力推所謂的Robot小鐘台 智慧機械大鐘台 還有智慧製造數據鐘台 主要是要解決什麼問題 因為鐘台這個字在中國是非常非常的火紅的 那有沒有一些具體的客戶的案例跟具體的成效 可以分享給我們的 哇這個大哉問 這個問題要解釋清楚可能要三天三夜 我緊張濃縮在幾分鐘內給他講完 那所謂的鐘台就是可以共通共享 而完成一個特定任務的一個平台 那麼所以智慧機器人的小鐘台 這個小是相對於智慧機械的大而言 其實機器人本身產業就非常的巨大 那機器人鐘台 我們說它是機器人的技術鐘台 也就是說在機器人當中呢 我們可以做到技術的共通共享 然後達到機器人產業蓬勃發展的這麼一個平台 相對的智慧機械大鐘台也一樣 它是智慧機械的技術鐘台 然後在這邊技術可以共通共享 然後達到整個智慧機械產業的蓬勃的發展 那我們談共通共享 其實呢它就是基於開放標準 要不然不可能共通共享 所以我們用開放標準已經打造出一個 相容的機器人的產業 那我們用這個開放標準呢 就可以把機器人拆解成軟硬體 以及各種零組件的組合嘛 把它拆解出來 那拆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分工合作 那麼之前呢 這些都是必須由一家公司從頭做到尾 那麼礦日費時而且非常的昂貴 最重要的是它是封閉架構 沒辦法拆解成分工合作的生態系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開放標準的機器人架構 給它平台化 平台化之後呢 我們再把 再開放我們這個開發的套件 也就是說在這個平台上面呢 大家都可以在技術上交流共享 然後真的做到分工合作 在這個時候你機械很強的人呢 你去做一個最好的手臂好了 專心做手臂就可以 那麼你關節好的 比如說做那個減速機 去做減速機吧 做馬達的 做控制器的 做軟體的 做各種應用周邊的 你只要專精一役 你就把它做到最好最大最強 然後呢 因為是基於開放標準 所以它一定可以相融相通 那合在一起就可以讓整個產業呢 蓬勃發展 這個就是機器人所謂的小中台 要達到的目的啦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以理類推 那麼機器人可以做成一個技術中台 那麼開放標準的CNC 能不能做成技術中台 也可以嘛 再來就是開放標準的泛用機 能不能做成泛用機的技術中台 我們也可以做啦 那AMR這種機器人叫 autonomous mobile robot 這現在蠻夯的服務型機器人 它也可以做成技術中台 把這些技術中台全部結合起來 它就是智慧機械的大中台了嘛 然後這些大小中台的整個體系 其實呢 已經讓我們把整個產業 分工合作變成可能了 分工合作變成可能 那麼它就可以讓幾萬家企業 幾百萬個個人參與期間 那個創意 創新以及那個企圖心 就可以讓整個智慧機械 這個中台呢 蓬勃發展 這就是我們智慧機械大中台 想要達到的產業蓬勃發展的目的啦 是 那再來再談到智慧製造的 所謂的數據中台 那相對於要促進產業蓬勃發展的 智慧機械中台來說呢 它是要促進那個智慧製造的 應用的蓬勃發展 數據嘛 數據就是要應用 那我們知道說 在智慧工廠裡面 那麼我們已經提取出很多 即時的數據跟大數據 這些即時數據跟大數據呢 它立刻可以做它所屬的特定的應用 比如說是預支保養 或者說是 這個 油、電、水、器 環境的各種監控 因為全部提取出來了嘛 再來就是像工廠裡面最重要的 生產線的設備的監控等等 但是呢 相對於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在IT層 在像ERP啦 CRM這些 他們資料都是結構性的資料 結構化的資料 好處理 那麼來自於OT層的這些資料呢 其實非常的抑制化 而且呢 非常不結構化 那資料之間呢 又不能互通共享 所以除了它自己本身 特定的應用之外呢 在跨領域的應用呢 其實不容易 這個就大大限制了我們 很辛辛苦苦提取出來的這些 龐大的數據 它的巨大的潛力 沒辦法充分發揮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 用數據中台呢 把IT層跟OT層的這些數據呢 全部給它匯整 在這個中台上面 讓這些數據呢 可以共通共享 所以除了你自己特定的應用之外呢 你還可以跨領域 讓別人來使用 也就是在中台裡面的數據呢 你已經都可以自由取用 然後呢 你自由來 創造各種各樣的應用 所以當跨領域的結合 你就可以創造出各種各樣不同的創新的應用 也就是把我們的智慧製造的應用 給它APP化了 只不過我們說手機的APP大概0.99 對不對 這種APP很可能是9999 美金啦 多幾個0 對對對是這樣子 那我們的理想是這樣 就是說透過這個數據中台 我們讓你的想像力到哪裡 那你的創新就會到哪裡 那麼跟著來就是你的解決方案就會到哪裡 然後企業得到解決方案之後 企業的進化就會到哪裡 這是我們數據中台想要達到的目的 那主持人剛剛提到在說 有沒有哪些應用成功的案例 那在機器人中台跟智慧機械中台這邊 我們倒是不少的案例 就是比如說我們已經協助很多的 重要的廠商 國內外的廠商 用我們EcerCAD這個控制器 開放標準的控制器 協助他們設計製造開放標準的機器人 那麼甚至剛剛也提到說 可以設計出50軸的紡織機 那麼也協助一些機械業者 來設計製造他們的工具機 比如說是車床洗床還有五軸機等等 甚至像一些更多的泛用型的機械 泛用機械比如說是AOI的光學檢測 是雷射雕刻 甚至是機器人泡咖啡這種應用 也都有很多的案例 甚至我們就是說將來最重要的一個案例就是 要做到什麼呢 做到全自動無人生產線 因為開放標準這個平台出現之後 我們將來機械很容易做排列組合 所以你要做無人產線的話 只要機械全面調度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在兩年前三年前幾乎是不可思議 因為都是封閉型的架構 那在數據中台之後 我們也有一個很有趣的應用 就是我們的產品的履歷的追蹤 比如說我們一個產品如果說 比如說歐洲每個客戶出了問題 客戶說你這個產品給我查一下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告訴我原因這樣子 現在客戶都要知道原理的原因 所以呢 那麼那時候給我一個 只能給我一個序號 其他沒有了 那現在有這個數據中台之後 只要這個序號一打進去 這個產品在工廠裡面的 每一站的精確的時間就出現了 每一站的機器的數據 以前拿不到的 機器的數據 跟環境的數據 以及檢測的數據 通通可以立刻就呈現出來 所以以前我們要查一個問題 那麼廠長呢 必須一段一段去翻遍所有的資料 看他把酒放在一起 那結果呢 要兩三個禮拜之後 說不定才找得到問題 有些問題可能永遠都找不到 那現在呢很可能 你如果說這些序號打進去 數據馬上出來 再加上如果說你給他設定 上下線 這合理指的上下線的話 立馬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立刻告訴你說 哪幾個地方可能有問題 你要努力去追蹤把它做到這樣子 一兩分鐘就知道 比起以前的那個幾個禮拜還找不到 那已經快速很多 所以這是機械大中台跟那個數據中台 如果說能夠佈建之後呢 它可以對我們的智慧製造 有一個非常巨大的貢獻 是 這個我非常認同林董的說法 這也是一個滿前瞻性的一個思維 我們說當把所有的這一個機械的大中台 或數據大中台都是一個開放性的架構 對 那任何那個創業 任何那個設備要接進來 任何一個人要進來買你這些Data 都可以很快的達到所預期的 或是說比預期還更快的 這樣的一個效果出來 所以在整個數據中台這一部分的話 其實大尾克集團也是在談Open的架構 所以有機會我們可以再交流一下 可以多交流 是是是是 那其實我也要請教一下這個羅組長 那因為工研員這邊在談所謂的 全球通用的AI平台的工具 那看起來可以跟這個 也應該是可以跟各種的平台去做一個借解 那目前工研員在協助輔導企業 對AI的一個採用狀況 大概會是怎麼樣 可以請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AI其實剛才董事長說就是把師傅的經驗 把它學習起來 那我個人還有一個想法就是 人類做不到或人類老師傅 要很多個老師傅才一起能做到的事情 我們可以把它找出來 那AI它其實需要一些AI的理論 還有一些密集的運算 那但是這些事情對台灣的中小企業來說 有技術上的困擾 有資金上的困擾 也有人才上的困擾 那這些事情我們就 還是剛剛說的機械雲上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要簡化這些AI使用的歷程 那要簡化中小企業導入AI的路徑 所以說我們大概就是用拼圖式的方式 把一些AI的algorithm 把它放在雲端 那大家就是可能相同類型的一些algorithm 我們只需要做一些input 需要一些output之後 少一個SI或者是工研院的夥伴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包成一個solution 像我們在其實手機的世界裡面 你看到類似憤怒鳥的遊戲其實是一大堆的 那就是拿一顆石頭去設一個障礙物 那你會看到它其實內部的核心是一樣的 那AI在一些data mining 或者一些圖形辨識 語意辨識它其實有一定的核心 那工研院會開發一些tour box 放在雲上 那大家只要簡單的知道怎麼用這個tour box 就可以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那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我們其實德國人在說工業4.0的時候 並沒有說它只能在工具機啊 或者什麼行業可以用 它是一個概念 是 所以我先舉製造業的一個情境來說 那大家要做一個零件 不是大家想像的那麼簡單 你可能要經過一些camp 一些工藝規劃 然後再去try 那不知道try不try出來 這就是很多iteration 到最後它是可以量產的 所以從我們接到客戶的訂單到量產 我們可能要花一週 甚至複雜的工間我們要花一個月 才能達到客戶的品質 那我們現在做一件事啊 我們知道之前 有電腦下營西洋騎士嘛 所以電腦系統已經可以下營人類了 它是 概念是它看了很多棋譜 所以對應到我們這件事呢 我們就是給我們的AI的系統 讀了很多加工程式 讀了很多工件的外觀 然後我們放一個未知的工件 去問它你會不會做 結果它做出來了 那這是一個很神奇的應用 那過去我們需要老師傅 老師傅還是會需要一段 稍短的try and arrow的過程 才能做出來 這是一種情境 那另一種情境我剛才說的是 老師傅不一定做得出來 或者說需要很多老師傅 才能做得出來的一些概念 我舉例來說 從美國那邊聽到的啦 就是美國要調查肥胖症的比例 過去是透過戶口普查嘛 你家有幾個胖子 那你就回答我 那是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跟物力 沒錯 那最後有一個人想到一個方法 他選了一個county 一個小鎮 他用google map去餵它 因為大家想google map 跟肥胖症有什麼關聯呢 其實google map上標明了很多餐廳 綠地 醫院 這些information把它做出來之後 為給AI的一個系統 然後在一個小county裡面做實驗 肥胖率的準確率有九成六 所以我們過去看來不相干的這兩件事 本來是需要很大的財力物力的事情 在一個不相關的參數 我們就解決掉了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AI對我們以後的產業發展 其實是刻不容緩 大家可能是一個必經之路 所以解決這種快速導入問題 我們就是把一些AI的一些toolbox 放在雲上 這樣可以讓企業的問題可以被簡化 那企業得到AI的服務的路徑是更快的 沒錯 所以大家在談智慧製造 談到AI的時候 都不知道該怎麼去下手 所以如果有一個好的 已經整理過的這種AI平台工具的話 那確實會幫助很多這種 比較中小型在整個投資上面 並沒辦法大幅去進入的這個門檻的 這些公司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那回過頭來再要請教Jerry 這個部分 剛才您提到 在這個內建的產業裡面 你在做一個POC 只要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這裡面就是我們會提到就是說 我們客戶在使用AI的這個機器學習的時候呢 會遇到很多困難 那我的印象中呢 一個客戶要導入一個AI的project 沒有兩個月三個月 是不能看到一個初步的一個成果的 那你們是怎麼在一個禮拜裡面 就可以把POC的結果 就可以呈現出來 所以想請您了解就是 客戶遇到的六大困境會是什麼 你們怎麼去協助客戶去解決 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 那一樣的 有案例的話 再跟我們做一些分享 好 我們把過去這兩年 我們接觸到的工具 就是在我們接觸前 或是導入我們的系統後 他到底在想AI這個策略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一些障礙 做了一個收斂 那我們大概收斂出六個 比較顯著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就搭配給他六個 比較快速的方法 其實就是剛剛主持人提的 我們在六個問題 就會濃縮在一個禮拜的POC 告訴他說 在這些問題裡面 你可以救過我們這樣的一個 新的技術 新的工具去做怎麼解決 那六個問題 我先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前四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其實是 現在我們大概六七成的客戶 在找所謂的AI的導入團隊的時候 都會遇到問題 就是團隊不懂我的製程 不懂我的生產 這是目前我們收集到最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我當我要開始做AI的策略 很多大老闆的想法是 我就開始招募所謂的資料科學家 就是我把AI的團隊建立起來 但其實現在在製造業啊 做這件事情特別辛苦 因為現在其實 因為COVID-19的關係 還有全球 其實現在都在台灣 搶所謂的AI人才 所以製造業要跟別人搶 其實有一點點 本來先天上就比較辛苦的問題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大家要說大中華的一些製造業 都有點佛系思維 也就是說 他在做AI這個導入的時候 他一定會想想看說 有沒有人可以來跟我講說 我如果是SMT 我是PCB 別人是怎麼做的 別人是怎麼落地的 如果我看到別人是怎麼落地 我會比較踏實 也就是說我到底要從哪裡開始的問題 那第四個就是說 其實AI我們現在慢慢看到的 有一些high level在談 它慢慢的不是只是一個工具跟應用的問題 它是未來企業長期就是 怎麼跟我現在的既有的我管理流程 生產流程跟應用的流程它綁在一起 有沒有人可以來分享說 一個好的導入策略 三到五年一到兩年 我應該怎麼樣去布局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收斂四個 就是現在在製造業遇到 比較大導入AI機器學習的問題 那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也是我們最近做的 舉一個客戶的例子 那我們把這四個問題包裝在一個禮拜的POC 怎麼去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那這個客戶是做研磨材料的 那在台灣算是第一大 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 那依照以往我們的分類 它會偏比較傳產 所以一般主力在做AI的時候 你不會想像說 這樣子的行業會想要導AI 但是當他在接觸我們的時候 他就遇到我剛剛講的第一個問題 找不到懂的團隊 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告訴我們 他大概大半年了 找了非常非常多 不管大廠小廠新創團隊去聊 他們所要做的AI 就是他們現在的生產問題 AI可不可以解決 其實都不得其過 那第二個問題是 老闆會覺得說 我們當還沒有定位說 我的問題AI可以解決 我可能沒有辦法這麼快的去招募 所謂的Data Scientist的團隊 其實他們也有在找 但其實找的不是那麼順利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到底怎麼導入怎麼開始 就是跟第三跟第四個問題開始 那我們進去之後 當然我們杰倫這個公司有一個先天優勢 我們大部分是外商軟體公司出來的 所以這些客戶大部分我們都接觸過 可能也服務過 也買過我們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做進去 第一天去跟他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比較清楚說 原來他是比較偏RD 在做產品規格的這個問題 但說真的 我們也沒有把握說 到底AI怎麼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次面對我們就去跟他分享了 我們現在在大部分製造業的案例 去啟發他們說 其實類似的製造業是這樣解決 你們覺得你們的問題有沒有機會 那他給我們的一個說 可能有機會 開始我們就進行了 所謂的一個禮拜POC 那這題目訂出來 其實就是他在材料研發 因為材料研發過去 他們非常高度的 依賴所謂的老師傅 他在投一個生產參數下去 他在做這個生產的時候 老師傅我們去訪談過 你大概怎麼知道說 這個東西做出來的品質會怎麼樣 哇老師傅很厲害 他跟我們講說看火花 看震動 看這些 所以就造成了他們其實 很依賴老師傅 那為什麼現在會有這個問題呢 因為老師傅要退休了 那新的人來 其實如果沒有辦法數位化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很難傳承 那就會實質的問題 就會變成他的研發的速度 會變得很慢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他的生意 那我們就定位這個問題 我們去發表說 原來他其實過去有很好的生產資料 再來他老師傅有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們就快速的把這個資料做了收集 丟到我們自動化的機器學習平台裡面 在一週之內 我們就跑到一個還不錯的成果 媲美現在老師傅他用經驗決策的 那當然他們就很興奮 第二件事情我們又做的是一件事情 他是完全沒有Data scientists 我們就輔導他們把現在RD的這個老師傅 跟key user的團隊 用我們這樣自動化的機器學習的工具 可以快速讓他們也可以用起來 所以他們就接手了去做了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很順利的 他們現在在整個研發系統上 在談智慧化都圍繞這個核心 那在我們的策略建議下之後 已經過了大概三個月了吧 我們還是一樣回去問 他現在其實不管是銷售 他們銷售現在在銷售要賣給所謂的客戶的規格推薦 或是供應商的壞帳風險預測 都大幅的應用我們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一個禮拜 我們把東西導入進去給客戶 給客戶一個簡單的策略 客戶其實就可以快速的 去把這個AI的新技術給應用起來 因為畢竟製造的專家還是客戶 我們只是AI的工具的provider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互動的模式 其實可以讓我們更好的去服務這些客戶 也可以讓他們更快速的去採納下 這新的一個技術 那第四個問題是 我剛剛講的四個 第五個問題其實就是 其實現在大部分AI的solution 在提的就是 怎麼去解決我的生產跟營運 但其實在台灣像林董的公司 像我們有一些軟體的公司 它是有產品的 它其實更想像的AI是 AI怎麼bundle 我現在既有的硬體產品或軟體財品 去打開新的revenue chain 所以我們在今年也提出了一個 就是我們的engine embedded的版本 就是可以embeddy在客戶的硬體裡面 embeddy在客戶的軟體裡面 當某一個應用跟solution 它是成熟可以複製的時候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新的一個solution 去協助智慧製造的這件事情 那其實剛剛就有提到說跟林董的 那個smt工廠 我們接下來下一步就會做這樣的嘗試 搞不好下一次就可以來分享說 我們新的這個solution 在smt回汗爐裡面 我們怎麼去幫客人解決 這是第五個問題 那第六個問題其實就是 我們現在比較領先題的 我們去年去參加了創業比賽 那在幾個我們比較百億級的大客戶 他現在遇到的問題不是 pretty model準不準的問題 他是非常非常多的pretty model 已經透過這樣子的過程產生了 我們看到一個客戶他單一個工廠 就有300個pretty model產生 那他接下來的問題其實是管理的問題 我到底現在這個版本的pretty model run在哪一個製程 他的健康程度是怎麼樣 什麼時候應該retrain 什麼時候應該把它下下來 會是一個管理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去年的時候就提出了 AI life cycle management 這樣子的一個平台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今天也運氣不錯 也開始募資去打造這個東西 那我們也看好這個市場 其實是未來客戶在AI 真的成熟度到一個高度的成熟度的時候 他非得面對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這樣規劃 當我們進去跟客人 在輔導AI這件事情的時候 希望可以從短、中、長期 我們都可以有一個solution跟想法 變成客人的partner 讓客人可以快速的開啟這利益領路 這是我們現在的一個經驗 所以看起來結論這一部分 在客戶的實戰經驗還蠻多的 剛剛您提到AI life cycle management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但是從您的敘述裡面 確實這個model應該什麼時候要更新的 retrain的 那用在兩條產線 用錯的話可能就是一個chaos 是很大的risk 好 那回顧台我們再看 我們說引路這個智慧製造化 對公司來講是一個非常重大的 一個策略性的一個決定 也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資本支出 那對很多客戶來講是口說無憑 他們希望眼見為真 所以我想請教是羅組長這一邊 聽說工業員有一個叫做智慧製造技術驗證場域 那請問他創立的目的是做什麼的 那他呈現又怎麼樣 那客戶也可以從這裡面可以看到哪些服務 那是我有成功案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謝謝 台中有一個智慧製造技術驗證中心 那這個是106年前瞻基礎建設的一個計畫 那目的其實是讓國內的業者了解智慧製造的全貌 那進而引導他投資的一個信心 那我們知道智慧製造是一個名詞 那其實有很多元素在裡面 它才能稱為智慧製造 像不可或缺的像IoT、CPS、Robot、Simulation、可視化等等 那中小企業其實對於智慧製造這個名詞 那大多會指於說我裝一個Robot我就叫智慧製造 那其實對於智慧製造的概念來說 它只是一個自動化的開始 那我們台中的場域其實就是希望透過 大家可以用看的方式眼見為平的方式 瞭解智慧製造是什麼 所以我們透過一些試運行試打樣 讓中小企業的業者知道智慧製造是長這樣 那我們也可以協助他評估怎麼去把 公司的一些競爭力往上提升 那我們也知道台灣的企業存在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有的是2.0的 有的是3.0 有的到3.5 那雖然很少是4.0的 那大家在升級上需要有一個guideline 那也就是董事長說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在我們的場域裡面 大家可能也看過魔鬼終結者這個電影 就是有一個電腦系統來控制全場的運作 那我們不管剛剛說的機械雲 5G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我們把一個控制的通訊標準化之後 用一套系統來控制所有的設備 那這是製造行為類的 那當然我們就有很多 像一些CPS的技術在裡面 或舉例來說 像在我們做加工的 有時候做很薄很薄的零件 加工的時候會有震動 會有奇怪的聲音 那弓箭的表面就會有紋路 那我們就會在我們的場域裡的設備上放一個麥克風 我們就用麥克風去聽聲音 聽到不對的聲音就做一個決策 就變成好的了 好的加工產品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CPS的一個應用 一個程式 那所以我們的場域 除了讓大家知道 教育訓練的目的就是讓大家知道 智慧製造包含了什麼東西 那你的企業升級的時候需要什麼 什麼樣的元素讓你的CP值最高 最快速的達到一個 引收往上成長的一個目標 那再來我們也做一些新技術的驗證 我舉例來說像5G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嘛 我們場域也是一個歐盟 跟歐盟合作的一個驗證場域 我們在驗證一些高解析度的一些影像辨識 以前我們在做產品檢測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一個零件送到檢驗室裡面去檢驗 現在我們用8K沒有壓縮的影像 直接線上檢測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效能 那我們也知道8K的影像是很大的 所以它需要一些5G的一些能力來做一些處理 那甚至像一些切削 切削的時候過程裡面有轉速是很快的 有時候如果我們可以把一些 感測器的Semping Rate提高個兩三倍 那我們的解析度會更高 那我們可以即時的發現一些問題 那甚至我們再做一個更大膽的嘗試 我們也知道所有的機械設備上面 都有一個控制器 那有5G之後其實我們在做的嘗試 就是把控制器都拔掉了 所以等於是一台機器的大腦 我們都把它移到雲端 所以我們的廠內有將近20台的大中小型的設備 包含AGVR 那我們是希望透過一個拆掉控制器的概念 把所有的控制行為放在一個伺服器裡面 那這個其實技術叫做CAS Control-as-a-Service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S、SARS、CAS 那現在還有一個CAS 叫Control-as-a-Service 那我們把所有的控制單元都放到雲上的時候 對 這些機器很像就是靠AI 或者是一些通訊的語言或PCUI 在做一些溝通 那我們整廠的整個效能 其實就是在一個server裡面做控管 那我們未來如果類似像現在的COVID-19 我們要整廠遷移的時候 我們只要把雲端的IP改到另一個地方去 或者說我們要產能不足了 我們要再蓋一個新廠的時候 我們很快的可以把這個廠的經驗 複製到另一個廠 所以我們的這個場域裡面 從2.0的技術到4.0的技術都有做一些展示 那我們用自助餐的形式協助業者 你可能只要其中的三樣 你可能只要其中的五樣 讓它最有效益的方式達到升級的目標 然後等它賺錢了 要再往上走的時候 可能往4.0靠近的時候 往5G的技術靠近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一個標準可以執行 所以我們協助了很多業者 去做一些國際訂單的串結 像是說我們在航太業 法國有一些做飛到太空的零件 它的旋轉渦輪的那個翅膀 金屬做的只有0.45mm 那我們用加工的方式 協助國內的業者打樣去競標 它標到了 像這個案子 國外的法國人大概做了12個小時做一個零件 我們大概協助我們國內的業者 6小時就做出來了 成功的爭取到這個訂單 像很多去年在一些中美貿易 有一些台商回流 大家也知道台灣的土地價格是 工業區的土地價格是比較高的 所以單位面積裡面 其實要擠出最大的產能 那我們就是用 我們其實期許自己是一個 台灣智慧製造的一個規劃中心 那我們就在最小的土地裡面 透過一些模擬分析 製成分析的方法 讓它的單位面積的產能是最高 來協助它設廠 那我們其實針對中小企業有很多服務案例 那就是希望中小企業在一些技術門檻 資金門檻的限制下 可以快速的轉型 那第一件事情當然是要讓老闆感受到 智慧製造的威力 所以怎麼用講的 其實傳達的信息可能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操作 測試給它看 讓它有信息來促進它的投資 那也讓它可以轉型成功 那我們場域的目的大概是在這裏 非常好 因為這種技術場域的驗證 是一個對客戶來講 是直接的一個感受 那我有這樣的概念是 大概是五六年前 我在公司內部的這個 content 裡面看到 英國有這樣的一個 IoT 的一個 test bag 但是沒有想到台灣有一個這麼先進的 針對這個製造業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技術場域的 驗證的一個場所 那確實是可以加費非常多的 不管是要進來在這個 ecosystem 的 或者是這些廠商來講 或者這些本身的這個製造業的客戶來講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 因為剛剛羅助長有提到5G 所以我想請教是 林董跟Jerry這一部分的話 你們對5G的這樣的議題裡面 在整個智慧製造裡面 你們的看法又是怎麼樣 5G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題目 剛剛我們羅助長提到那個 Cast 對Cast Controlled Service 這個實在是令人嚮往 是 可以把所有的控制器都拿掉 移到那個雲端去 來做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在推動智慧製造 那個我們客戶這邊的顧慮是這樣子 就是說工廠裡面有很多實時的操作 對 real-time 的操作 他們認為說5G呢 雖然說這個可以縮短 傳輸的時間 那實際上可以做到real-time也可以 但是呢 他們是基於對網路的穩定性的顧慮 對 所以現在呢對於那些萬一中斷會影響停線 這種關鍵性的應用呢 還是非常的保守 非常的保守 那他們認為說那個 希望還是要有所謂的 那個Edge Service 就是邊緣運算 或是那個企業的石油雲 在本地就要能夠控制這樣 是 那麼這是目前對於5G的顧慮 那主要是 不是5G的頻寬的問題 是5G的那個網路穩定性的問題 如果這樣穩定性可以解決的話 我想這個CAS這個願景 這令人嚮往 是 當然還有很多 那個 那個 處理那個大量 那個影像的 需要5G 因為它需要大量的頻寬 是 我們知道AOI就是嘛 對 可以到8K的測試 另外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替企業做那個 總部的戰情室 就全球你有幾十個工廠 都不擔心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資料送回總部 當作戰情室 這樣來做即時的控管 那這個就需要5G 因為這個需要處理大量的影音 進來這樣子 其實這樣還可以做到說 全球的即時的監控都做得到 那甚至說是 從遠端就來指揮 指揮即時現場的一些動作 都可以做到 那麼其實現在 那個 最大的用途就在那個 就在那個 無人機車嘛 自駕車上面 那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推廣的應用而已 是 謝謝林董 那Jerry呢 你這邊要不要comment一下 有關5G這一部分 我大概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實際在客戶工廠看到的 其實我們現在接觸的客戶實際 因為我們的Preded Model 是可以download在Edge架構去run的 所以它非得run在 在客戶的線邊 可能是IPC 可能是Shuffle系統 那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大部分 IT跟OT之間這些的溝通 都是還是走在有限的架構下 因為它的穩定性啊 比較好 那其實有些客戶 嘗試著可能用Bluetooth 或者是用Wi-Fi 但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都會有干擾跟延遲性的問題 對 所以現在客人開始會嘗試去布一些5G的基地台 主要就是在做一些嘗試 那為什麼會做這個事情 我很好奇 我就去問了客戶 其實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是現在訂單的能見度 有的縮短到六個月 所以六個月意味著你可能六個月做完這一批 你就得移動你的產線去調整下一個新的產品 所以你如果在有限的架構你要去移動那些基台 如果把夾子去就會變成很痛苦的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中美貿易戰 那中美貿易戰現在像去年啊 其實在主要的EMS都很忙 因為都要看中美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到底是這個線有沒有辦法緊急的搬到 搬回台灣 搬到越南去 就會有很多類似這樣 所以如果走到有限的架構啊 他們是很頭痛的 所以他們現在都會去嘗試5G有沒有辦法 讓未來他們在搬工廠 移動新的一些產線的陰火性上 有沒有一些快速的應用 那對於捷輪而言呢 我們現在因為著手在開發 AI Love Cycle這樣子 那未來其實針對模型的部署啊管理 它要做到即時性 其實我們現在在架構設計上 就會直接支援5G的通訊協定 那提前去佈局5G這個未來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現在的一個觀察 Yeah 謝謝 所以之前我們做過有關5G的應用 我們請NCC的一個委員過來 他特別提到5G有三大特性 一個叫大頻寬 所以剛剛8K的影像很快就傳過去了 它有大連結 所以很多東西都可以連進來 那委員跟我特別提到說 其實5G最可靠 最讓人家就是青睞的這兩個特點 就是低延遲跟高可靠性 如果如果按照理論上講的話 理論上5G在整個串接這些重要 Sensitive的Data上 理論上它應該提供這種 所謂的高可靠性跟低延遲 那這樣就有機會把CAS這樣的概念 做到很完整 也把這個所謂的機台這種移動呢 因為大腦都已經在天上去了 所以移動機台不會被線綁住 所以很容易去調整 那你今天是在這個場 明天是這條線 後天可能當然不會那麼快了 改天就送到國外去了 因為去做一個產線的調整 那這樣的可行性就變得非常的高 所以今天從三位的這一個分享 你們看到這個智慧製造 把這個所謂語音的技術 AI的技術 跟開放性架構的這個元素 融合在一起 確實看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前景 所以最後的時候 我想請三位嘉賓 就是用一分鐘來總結 您今天所跟大家所分享的內容 那我第一個 是不是先請林董事長這邊 跟大家做一個comment OK 這個還是談智慧製造 智慧製造要能夠成功跟普及 那當然首先我們認為說要走向開放標準 才能夠蓬勃發展 再來呢也要做到所謂的三通 那第一個就是說 在底層的智慧機械要打通 這些智慧機械所有的設備 要能夠讓它相容好用 那第二個呢就是升級起來 變成智慧製造要打通 所以要連雲連網 然後要提取大數據 第三個就是這些數據提取出來之後呢 IT、OT的數據要打通 讓整個智慧製造的應用能夠蓬勃發展 然後完成整個企業呢 這個叫做數位轉型的最後一理路 謝謝林董 那第二個我請Jerry跟大家總結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實際的案例裡面 看到其實AI機器學習這樣的技術 進到工廠看起來 它發光發熱跟應用性的擴張性都非常好 所以我們最近在Stardegano IDC這些今年比較最新的report 他們其實都不約而同的去預測 未來這樣的技術進到工廠 看起來是一個必然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就是濃縮了我們過去 其實在整個製造業的經驗 透過一個禮拜的POC 可能搭配DEL的硬體 或是工業院跟林董 在Connectivity開放標準的協助 快速的讓製造業的客人 可以去感受到說 這個技術的確確確實實可以幫到我 那可不可以做到我們像台灣防疫一樣 超前部署去做這件事情 那會是很重要 智慧製造、智慧工廠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基石 謝謝 來最後一個我請這個 羅組長這邊給大家一個總結的評論 全世界都在推智慧製造 所以全世界高階國家的製造成本都降低了 所以智慧製造是必走之路 那大家如果對智慧製造有一些概念上的需求 其實可以到台中的場域 那我們在一些機械雲、AI、5G上 有從2.0到4.0的一些服務 那希望把大家的概念打通了之後 可以找兩位或者是所有工業員 我們一起來協助企業做一些數位轉型 非常好 所以最後我也幫我們公司做一點補充 因為大爾科技集團在整個IT上面 我們提供的就是標準的硬體這一部分 標準的軟體這一部分可以一戰的構築 那我們也在開放的架構裡面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大數據的極限分析平台 那其實也可以跟各位的一個框架去整合 也是open的 那說實在的 大爾科技集團也有所謂的高品質的AI人才的一個訓練 尤其是沉浸式教學 不只是教邏輯 當然這一部分可以跟Jerry他們公司這邊有一些合作的 那有一些可弱地的partner 可以把所謂的產業的手信帶進來 我相信新漢的這個solution Jerry你們公司的這個solution 還有這個組長這一部分的這種所謂的驗證場域 我相信將來都有結合跟擴大發展的這個應用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說透過這個智慧製造 把台灣帶到一個新的landscape上面 這是可預期的 而且這一塊market聽說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期待 我們期待就是這樣的一個發展 在台灣成為一個最好的一個競爭力 好 那今天的這個專家會客室就進行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的收看 也謝謝三位嘉賓的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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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